海外华人给全世界的印象是埋头挣钱 关门过日子 但2024年2月12日晚 加拿大华人终于让当地民众 媒体 官僚都重新认识了一个勤勉内向的族裔 当社区利益被践踏时所能爆发的巨大能量 加拿大有一个城市 北美华人比例最高 全部22万人口中 53%的居民 第一语言是中文 这个城市就叫列治文 位于加拿大BC省大温地区 与著名的世界移居城市温哥华 仅有一桥之隔 这个城市的英文名字Richmond 执意过来就是富饶的土地 从1970年代开始 就有华人移民 开始在这个城市聚集生活 在这个有海有河 地势平坦 土地肥沃的城市 华人用近半个世纪 见证了列治文 从渔村到繁华都市的蜕变 这里甚至成为北美华人 必须打卡的故乡之城 很多美国华人长途驱车 十几个小时 只是为了到列治文的美食街 一解相愁 但这么一个美丽 安静 祥和的华裔社区 却有着与众不同的权力结构 在市议会的全部成员中 仅有一名华裔 而市长马宝定 欧洲裔加拿大人 已经在这个城市执政20多年 也许在2024年 我们不应该狭隘地认为 族裔是从政的重要标签 但列治文这个华裔 占绝对多数人口的城市 华人居然没有主导 城市管理的能力 的确令人倍感唏嘘 不去投票 的确是列治文华人的错 而这个错误 也毫不留情 反噬了列治文华人 2024年2月12日晚 近千名华人 聚集到列治文市政府外 现场除了华裔居民之外 也有其他族裔居民参与 大家齐呼 Stone对列治文市政府 在20月12日通过的 在列治文医院设立毒品注射屋提案 表达强烈的抗议和不满 所谓毒品注射屋 是加拿大一个很神奇的 社会公共服务项目 就是让有毒瘾的人 可以在护士的帮助和召开下 安全 卫生的注射毒品 这样既满足了 有毒瘾者吸毒的权力 同时也保障 他们可以不会因吸食过量等原因 而意外死亡 政府设立毒品注射屋的逻辑 有两个核心点 一 饮君子也是人 二 服务好饮君子 可以避免他们犯罪 我们且不在这 讨论这种社会治理的思路 是否合理 也不讨论这个公共服务项目 每年消耗的公共资源 是否合理 我们只想问一句 BC省 大温地区 哪个社区的居民 可以同情心泛滥到 愿意和饮君子 做邻居的程度 事实上 没有 无论族裔 无论肤色 无论信仰 没有人愿意 和饮君子比例而居 所以 毒品注射屋的选址 一直是个严重难以解决的问题 任何城市或者社区 如果一人一票表决 相信 BC省没办法建成任何毒品注射屋 于是 政治操弄就开始了 劣质文师议会 在不久前 以8比1的票数 通过了推进注射屋建设的咨询提案 按照流程 在2月12日举行公庭会 根据劣质文师政府的声明 受监管的安全注射屋 是为吸毒者提供一个安全的场所 让他们可以在合资格的卫生专业人员 监督下服用药物 并强调工作人员 不会分发毒品 而是为他们提供成瘾治疗 及康复服务 是否设立安全注射屋 最终决定权 在于温哥华海岸卫生局 并需要根据管制药物和物质法 获得豁免 按照程序 现场抗议的民众 并不能全部进入市政厅发言 最终经过登记 120多名市民 有资格在听证会发言 其他民众 则聚集在市政府大厅和外围 等待听证会结果 但从当晚7点开始 直到夜里11点 只有不到一半的市民完成发言 劣质文师长马宝定 Malcolm Brody 宣布会议结束 名单上还有72人 已登记却尚未发言 排至2月13日晚7点继续 据媒体报道 参与听证会市民 大多表示反对 设立容许服用冰毒 芬泰尼和海洛因 等硬性毒品的注射屋 但也有少数支持的声音 因此赞成和反对的民众 在场外有激烈争吵 大批警员到场维持秩序 据媒体报道 现场一位 名叫Ted的劣质文市民 提到投了赞成票的 劣质文市议员希德 Cash Heat 提出设立毒品注射屋的 动议案 而希德在2023年3月 被一家制造精神迷幻药物的公司 Lucy Scientific Dystophery Inc 聘为特别顾问 希德反驳Ted的说法 称是不正确的消息 还当场警告Ted要提出 法律诉讼 市民Ted表示 他只是陈述事实 并未对希德担任 Lucy公司之事 做出评论 公众可以根据这个事实 做出自己的判断 而媒体报道显示 Lucy Scientific Discovery Inc 的确在2023年 委任劣质文市议员希德 做特别顾问 当时也有多家英文媒体报道 有民众当场质疑 希德身为民选市议员 是否涉及利益冲突 对劣质文市民的激烈反应 劣质文市长马保定表示 自从我90年代中期 当劣质文市长以来 从未遇到如此激烈的会议 这不应该发生 言语中已经有明显的责怪之意 但不能否认 情绪激动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情绪激动到违法的程度 自然由警方和检方 以法律程序对待 但如果不是 则任何人都有权利用 任何不违法的方式 发出自己的声音 市长和议员可以 市民自然也可以 市长马保定还表示 这不是嘉年华 这不是戏剧舞台 而是需要理性探讨问题的市议会 请大家保持理智 此外 劣质文学校董事会主席 Debbie Tabatney 也代表了支持注射屋的想法 她说 她的儿子正是死于过量吸毒 因为没得到合理的监管 如果她能去医院的合法毒品 注射屋 注射她非常渴望的药物 那么她可能今天还活着 其实 劣质文市政府 对舆论的走向进行了误导 华人并不是反对帮助吸毒者 或者说救助吸毒者的生命 而是很难理解 这种涉及重大公众利益的议题 居然没有任何充分的讨论和细节的披露 就有市议会投票表决了 这不是种几棵树 修一段路的问题 而是关系到 社区会不会成为混乱都市的重要议题 如果想让市民理解 这种做法对社会有积极意义 也必须有公开透明的流程 最后 让我们看一下 温哥华是怎么处理注射屋的 2023年 温哥华市中心Yelton设立了毒品注射屋 然后当地的地产开发商 起诉了政府 在争议和舆论的压力下 温哥华也按卫生局宣布 将在2024年3月 关闭这个注射屋 最后我们引用 BC省议员John Rustad的观点 毒品注射屋只会给劣质文 带来毒品 犯罪 仇恨 混乱 另据最新消息 BC省省长尹大卫表示 事态应该降温了 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 干脆利落地否认了 在列治文兴建注射屋的必要性 这是越来越诡异了